大家好,我是小强 俗话说进攻赢得票房而防守夺得冠军 想要触碰金杯必须要在防守上下足功夫 而个人防守能力则是构建一个防守体系的基础 本文就来盘点NBA历史上十位单防能力最强的球员 第十位乔丹进攻端的砍分才华掩盖了乔丹在防守一端的能力 在公牛队鼎盛时期,他有着皮鹏这样的队友 为他分担了大部分的外线防守压力 他只需专心于得分即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乔丹的防守能力不够强 出众的意识和超凡的身体素质是乔丹防守的两大法宝 在对方试图从外线渗透的时候 乔丹能够伸出场地将球拦截 而当在和对方与内线狭路相逢的时候 乔丹也能靠着超强弹跳能力将其封阻 甚至在效力奇才时期 他都做出过漂亮的抓帽动作 第九位慈士平慈士平多年以来 以其暴躁的脾气而被人所知 但冷静下来的他则是一位难以被人忽视的防守汉将 慈士平在防守一端的横移和滑步 是可以作为教科书式的动作而被人学习 当进攻球员试图用身体冲破这道观察的时候 慈士平强壮的身体也好似一堵围墙 2003-2004赛季 慈士平靠着在步行者队的优异表现 荣应了当赛季的最佳防守球员 而在数年之后靠着他在防守端的作用 姚明冲进了季后赛第二轮 而科比也有惊无险地拿到了生涯的第五个冠军 第八位莫宁作为奥尼尔童年选秀的榜眼 年轻时候的莫宁也是攻守兼备而才华横溢 他甚至有过几掉巅峰期奥尼尔而入选最佳阵容一阵的壮举 身高偏矮的他在防守一端 却是不遗余力地送出一次次的大帽 这样的表现总能点燃场边本对球迷的激情 试剂出一次严重的肾病 变成了莫宁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经过换肾手术之后 莫宁虽然重返赛场 但个人能力和上场时间却极大的缩水 可即使是在有限时时间当中 他仍旧能够用篮板和封盖帮助球队 2006年总决赛在奥尼尔下场之后 正是由于莫宁的存在热火 才能够始终占据场面上的主动 最终他也跟随球队如愿夺冠 第七位本华来士尽管号称 有着2.06米的身高 但和一些球星的合照来看 大本的身高只有2米出头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防守一端的威慑力 靠着小山一般的壮士肌肉 华来士能够用卡位的方式 限制对方的大个子 在下身站不到便宜的情况之下 大本可以最大限度的干扰对方的出手 2004年总决赛当中胡人的失败 在于队内的最强两个点都被死死限制 科比被外线的普林斯所封锁 而奥尼尔则陷入了和内线两个华来士的肉搏 在大本和拉西德华来士的轮番上阵之下 奥尼尔也只能咽下失利的苦果 第六位邓肯联盟当中有着不少的冤案 而其中一桩正是邓肯在其19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从未成为过最佳防守球员 邓肯的球风如他的性格一般低调而朴实 只要他站在禁区之内 就可以对对方的进攻 做出最为正确的预判 从而出手崩盖 职业生涯当中 邓肯每场场均可以贡献2.17次的盖冒 而到了季后赛中 这个数据则被提升到了2.26次 像肯扬马丁和小斯塔德迈尔等 一些球风火爆能飞扇扣的内线 都曾在一场比赛里 多次被邓肯所封盖 第五位伦纳德外线球员 在防守一端有着一些天然的劣势 这就更加凸显出来 一个外线球员拿到DPOY奖杯的难度 而伦纳德则曾经在2015和2016年 两度成为了该奖项的获奖者 而早在获奖之前 伦纳德就已经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他的此项天赋 2013和2014两年 伦纳德所在的马刺两次 在总决赛对阵热火 而在和当时的联盟第一人詹姆斯 对位时候 伦纳德丝毫不怯场 一双大长臂 所带来的防守密不透风 在系列赛之后外界也给伦纳德的防守 取了死亡缠绕这一名字 第四位 霍华德 在2010年前后 霍华德可谓是联盟五号位当中的门面人物 当时姚明重伤奥尼尔年迈 外加新一批的中锋尚未成名 所以霍华德成为了 让每支队伍都垂涎的第一中锋 很多人认为霍华德的名气 来自于中锋位置上的低迷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2009年魔术队那能够打进总决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